道家的镇派宝典《老子》是一部著名的哲学著作 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 辩证的看待事物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辩证就是要看到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 比如有和无、长和短、难和易 对立的两面又互为存在的前提 比如桌上有一块西瓜 我们说有是相对于桌上没有西瓜的无而言 再如一根新的粉笔 我们说的长是因为有众多快要用完的短粉笔 难和易也相互衬托 我们说高等数学很难 也是相对一加一等于二太容易才说的 老子第二章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物的对立面不仅互为前提 还能互相转化 就拿大家都很在意的和和福来说吧 祸兮福之所以 福兮祸之所福 人人都惧怕祸事 可好的情况往往就藏在其中 相反 人人都想要福气 祸患也可能埋藏在里边 比如塞翁施马的故事 塞翁家的马跑到胡人那边去了 丢了不少 真是一件祸事 乡亲们都来安慰他 塞翁却很淡定地说 这事虽然不好 但可能变成好事呢 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过了不久 塞翁的马居然带着一群胡人的骏马回来了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大家都来祝贺 结果塞翁说 这事也可能变成一件坏事 大家都不理解 塞翁家突然有了许多好马 塞翁的儿子就天天骑 结果不小心摔断了腿 好事又变成了一件坏事 老子告诫我们 既然祸福相依 遇到祸患就不必太忧虑 要耐心等待转机 遇到好事呢 也不要太得意 要提早提防祸患的降临 由此 老子进一步总结出了许多对人有意义的道理 如少和多是互相对立的 积少却可以成多 荷豹之木生于豪墨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荷豹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幼苗 九层的高台筑起于每一堆泥土 千里的远行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走出来的 同样 人只有看重每一分细小的努力 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就 再如柔弱和刚强 人人都认为柔弱容易被欺负 刚强才能打败别人 老子却认为柔弱胜过刚强 大树比小草刚强 可台风来的时候 大树通常是被连根拔起 小草弯弯腰 台风过后完好无损 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 最柔弱的水却能把最坚硬的石头递穿 因此老子告诫人们要展现柔弱的一面 做到大巧弱拙 真正聪明的人不会显露自己 而要表现得笨拙 一个大富翁 如果把自己的财物都拿给别人看 那么心怀不轨的人就会前来盗窃 同样 如果一个人的才华太过显露 就容易遭到他人的嫉妒和陷害 只有掩藏起锋芒才能自保 身处春秋乱世 有的人为随时可能降临的灾祸忧心忡忡 有的则给予显露才华 建功立业 老子却用辩证的思想 教导大家用平常心来对待祸福 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迈向目标 要隐藏锋芒以保全自己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智者呀 老子为我们展现出道家的智慧 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 庄子 去领略道家超凡脱俗的气质 现在别忘了答题抢金币哦